大家好,这里是PTE Study真题讲解RO部分第29道题,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这道题呢相对比较简单,只有比较短的四句话,我们先从第一句话开始看 第一句话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讲到了在21世纪初 移民对福利国的影响已经成为决策者和政治家们讨论的主要问题 在这一句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相对从内容上讲是比较独立的 没有任何的一个代词,接下来呢从意思上讲,它主要讲的是移民 对于福利国的影响,它呢是一个主要讨论的问题 是这句话的一个意思,这句话呢我们可以把它占定为首句 我们再看下一句,下一句讲到的是 这些讨论呢不可避免的聚焦于当前的困境 看起来有可能是跟上一句相连,因为它有个指代 这些讨论,这些讨论聚焦于当前或者说是当代的困境 接下来呢,但是我们不是很确定,再接着往下看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呢,这个肯定不是首句 因为它这里有一个指代,再看第三句话 第三句话讲的是什么呢,第三句话讲的是 但这些问题呢本身并不新鲜,其历史根源比人们认识到的要深远 这里呢有个转折but 问题,这些问题本身呢并不新鲜 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这句话跟上一句话应该是相连的 为什么呢,那就是首先有一个并不是新的问题 和上一句话的presentday当代,它其实是一个同一替换 但是呢前句有一个but作为转折,所以在这里呢是一个否定的一个内容 就是说这些当代的问题,它本身呢它并不新鲜 它呢是有什么呢,是有历史根源的 比我们人们认识的呢要更深远一些 所以这句话首先它不是首句 在其次呢,它应该是跟在上一句话之后 我们再看最后一句话 最后一句话讲到了什么呢,那就是 从高雅的展望到每日邮报的民粹主义 这呢也是媒体反复出现的主题 It is,首先是一个It is 只带It is,什么是反复出现的主题呢 这里有一个词,主题 主题这个词其实呢是跟staple这个词是属于一个同一替换 反复出现的主题 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媒体上 所以说这句话呢应该是第二句话 我们来把这篇文章排一下顺序 好了,这个大概就是本文的一个顺序 首先呢,第一句话先讲的是移民或者说问题本身是什么 那就是21世纪呢,移民对福利国的一个影响是一个主要讨论的一个话题 并且呢,这个话题,这个问题本身呢也是在媒体上反复出现的主题 在这里连接的词一个是staple staple同一替换呢是theme是主题 接下来呢又讲到不可避免的是这些讨论呢 它主要聚焦的是当代的一些困境 但是转折 但是这些问题本身它并不新鲜 这个new和presentday它呢是一个同一替换 接下来呢,它呢是有一些历史的依据,历史根源的 以上就是这篇文章的一个大致顺序 好了,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